金马奖 最佳导演 得掌的是 跟我的名字有一个相同的 陈杰瑶 哈勇佳 陈杰瑶是台湾第一位拍摄剧情长片的原著名女导演 曾以《只要我长大》入围金马奖 并获选代表台湾角逐奥斯卡镜像奖最佳外语片 这次以更上一层楼的哈勇佳 同时入围原著剧本 电影歌曲及导演三项大奖 谢谢金马奖 然后谢谢评审 其实我很想带小超 可是因为我 因为我都不给人看剧本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不能拿小超来看台词 对 我用我最当下的感觉来说好了 对 我很荣幸就是可以跟其他的最佳导演一起入围 对 因为我觉得我们不是对手 因为我们不需要靠竞争来证明我们自己的创作 可是金马奖给我们一个很棒的舞台让我们被看见 然后我很幸运就是我在世新大学电影系毕业之后 在台湾电影最惨淡的时候 我跟了很多很优秀的前辈 朱友宁导演 然后张作记导演 跟蔡明亮导演 因为他们对创作的坚持是我的两份 然后还有就是我的世新的学长 梁红之先生 他一直支持我做原住民的电影 就是我的第三部 然后谢谢他可以相信就是好的电影 好的故事它是不分族群的 然后也要谢谢就是我的幕后团队 谢谢你们包容我很不一样的工作方式 然后还有我的演员们 对 他们都是第一次演戏 可是对我来说 他们的灵活灵线 对我来说 他们是我眼中的大明星 对 然后还有我拍摄的南山部落的族人 没有你们 我没有办法完成这部片子 然后我才准备得很好 对 我准备 对 然后还有我要感谢我自己 因为我觉得我到现在都还可以保持一个纯粹的心 然后一直做我想做的事情 然后当然还要感谢我的家人 还有我的妈妈 我没有让我妈来参加金马奖 因为我觉得会很累 她在饭店看电视 然后当然还有我的家族 他们一直在帮我吹票 然后还有其实很多一路上就是一直在帮助我 照顾我的学姐啊 朋友们 你们都是我创作的动力 然后我是一个泰雅族的导演 就是在我们以前的文化里 就是女生 成年的女性应该要会织布 可是我不会织布 然后可是我觉得很幸运的是 在这个当代我可以用电影来讲我的故事 然后我就用电影代替编织 所以我想跟不管是泰雅族的小孩 还是原住民的孩子说 在这个当代你们会有很多的机会 你可以用现代的方式去延续我们的精神 我们的价值 然后我最后我想要用我的族语 对我的祖灵对话 可是我是族语的初学者 所以我还是有带小超 如果我尽量不看 等一下我被子而已 我没有一定要看 我看一下好了 有点紧张 对 我真的初学者 我说的是谢谢祖灵 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电影 海洋家 ガガ 然后我会继续努力做个真正的泰雅人 谢谢 谢谢 帮奖人也恭喜得奖者